楼下邻居家的儿子今年高考 提前放鞭炮庆祝 好巧不巧 他们把鞭炮甩进了我家阳台 把我新买的洗衣机炸坏了 我报警要求他们赔付 从此以后 我家倒霉是不断 今天密码索被砸 明天外卖被偷 好啊 要完事吧 看看谁玩得过谁 砰的一声 我家阳台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霹里啪啦 不断有火苗窜出 还伴随着一股浓烟 整整两分钟后 才消停下来 我急忙跑过去看 阳台上已经不像样子了 白色的墙壁已经被炸黑 阳台上种的花也都掉了下来 花盆碎了一地 地砖也碎了很多块 最重要的是 我新买的洗衣机被鞭炮炸出了洞 估计是报废了 我不死心的事了是 果然机器已经不运转了 连开机都开不了 一股无名怒火窜上了心头 肯定是楼下那家人 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了 这几天一楼的这户人家 天天在他家门口放鞭炮 说是提前庆祝 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邻居 不止一次地跟他们提过意见 说他们的鞭炮声扰明了 可他们根本不听 那家的男主人说 我在我家门口放鞭炮怎么了 我儿子可是要考状元的 要是不放鞭炮影响了他的运气 你们陪得起吗 邻居们无奈之下找了物业 可物业来了 一楼的那家人连门都不开 依旧我行我素 鞭炮声不断 邻居们拿他无可奈何 只能熬 想着等他儿子高考完就好了 没想到 今天他家的鞭炮会窜到我家阳台 我直接下楼 想找他们理论 男孩爸刚放完鞭炮 还在悠闲地抽烟 你好 我是你们楼上的邻居 你刚才放的鞭炮 窜进了我家阳台 把我家阳台弄了一团糟 你看看 咱们怎么解决 男孩爸上让下下打让我好一会 才开口 你一个小姑娘 别睁眼说瞎话 我啥时候放鞭炮了 还想让我赔钱 你何人呢 说完 男孩爸还配得吐了口盘 在我的白球鞋上 我捏紧了拳头 你什么意思 是想赖账 这几天你天天在这里放鞭炮 那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你炸了我的阳台 男孩爸嘴唇弯了弯 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小姑娘 你一个人住吗 我劝你啊 别来惹我 鞭炮窜进你家 那就是你倒霉 好啊 这是赤裸裸的恐吓了 我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我爸是拳击教练 我四岁就被我爸拎着练拳击 我早就是黑带了 一般的男生根本进不了我的身 所以我爸妈才放心 让我一个人住在这里 我无视男孩爸挑衅了眼神 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爸告诫过我 不要轻易和别人动手 否则容易把人家打残 要赔钱的 不划算 警察出警很快 男孩爸还是一副吊锒铛的样子 这小姑娘说是我放鞭炮 就是我放的了 你们哪只眼睛看到了 我指着男孩爸说 警察同志 这几天他天天在这里放鞭炮 大家都能作证的 谁能作证 我看看 谁看到我李大海今天放鞭炮了 男孩爸大声喊 凶狠的扫力圈周围看热闹的邻居 原本看热闹的邻居都不说话了 我叹了口气 看来 这李大海在小区作为作福惯了 这群邻居被李大海吓得够呛 都没人敢指证他 警察同志 这里有监控 我们可以去叫监控看看 到底是谁放的鞭炮 物业一个月前新装了监控 估计李大海还不知道呢 看到新装的监控 李大海的脸马上阴沉了下来 他走到我身边低声说 小姑娘 你想想清楚 大家都是邻居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有不要闹大吗 我朝他看了眼 没理他 警察很快找到物业调出了监控 监控很清晰的拍到 就是李大海放鞭炮 他还随手丢鞭炮 好几个鞭炮都差点丢进别人的阳台 证据确凿 警察还去我家阳台核实了情况 让我找出洗衣机的发票 这是我两天前新买的洗衣机 8500元 什么破洗衣机这么贵 李大海听到我的价格 直接破房了 这是在坑老子呢 老子家的洗衣机也就1000多 我把洗衣机的发票递给警察看 警察点了点头 我核算了一下所有的损失 墙面要重漆 花盆要重买 地砖要重铺 我的损失总计一万两千元 我要求当场付清 最后 在警察的监督下 李大海不情不愿地赚我钱 临走 李大海眼神阴冷地盯着我 秦倩倩 你给我等着 我以为李大海也就放放很话而已 毕竟这种口害的人多着呢 但没想到 三天后 我下班回家 发现我家的密码所被人砸了 我马上报警 把我密码锁的人就是我们单元的 我直接锁定了李大海 因为我搬来这个小区后 只和他发生过摩擦 这次出警的 恰巧也是上次的刘警官 刘警官和我互看了一眼 知道我俩的看法一致 都把矛头指向了李大海 刘警官敲响了李大海家的门 问他有没有动过我家的门 李大海摇了摇头 大扫门的喊 警察冤了人了 你说我砸了秦倩倩的门 你拿出证据呀 刘警官脸都被气红了 我只是询问情况 没说是你砸的 反正我没砸 我还忙着呢 没证据就冰想我儿子学习 说完 李大海就直接框的一声关了门 虽然刘警官和我都心照不宣的 认为这件事 极有可能是李大海做的 但苦于没有证据 只能不了了之 幸亏我的密码锁质量不错 虽然被人暴力砸坏 但他自己所死了 胆人没能进我家 所以我除了门 没什么别的损失 刘警官看我一个女孩子 怕我出事 陪着我修好了门 他临走时欲言又指 请倩倩 你一个小姑娘 要当心点 我劝你 这阵子最好换个地方住 刘警官走后没多久 楼上的王大妈 就鬼鬼祟祟的敲响了我家门 倩倩 我知道是谁砸了你的门 李大海吗 对 王大妈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的说 倩倩啊 你不要怪大妈没跟警察说 实在是李大海太不讲理了 我一把老骨头 就想和他吵 我点点头 表示理解 王大妈像刘警官一样 劝我 倩倩 你还是搬家吧 这李大海啊 出了迷恨 你一个小姑娘被他盯上 可没什么好事啊 都劝我搬走 但我才不搬 我倒要看看 李大海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我连夜下当了小型监控 安在了我家门外 只要李大海赶再来 我肯定能捉住他 私下故意损坏他人财物 够他喝一壶的了 但一连几天 楼下都没了动静 好像没事发生过一样 难道是李大海改信了 还是看到我报警害怕了 就在我以为 李大海不会再作妖的时候 他又开始刷存在感了 我是搞设计的 经常灵感一来 就工作到半夜 白天就用来补觉 这天 早上七点 我才画完设计 准备入睡 楼下就传来一阵刺耳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歌声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 你为什么还不倒来哟 还是带着扩音器的那种 李大海还时不时的 拿着话筒扯机嗓子 低质的音响 配上他不着调的声音 简直是折磨 我拿出耳塞 还是挡不住李大海难听的声音 我实在睡不着 准备下楼和他理论 刚出门 就听到准备出门买菜的王大妈 在和李大海说话 李大海呀 你咋开始唱歌了 这声音太大了 这声音够大吧 楼上的小妞 估计开始睡觉了 老子看看她能不能睡着 李大海呀 大家都是邻居 倩倩的小姑娘 一个人在外也不容易 你还是别找人家麻烦了 王大妈小心翼翼的建议 嘿 她勤倩倩讹了我一万多 我要让她知道我李大海的厉害 除非她把钱还给我 再跪下来和我磕头道歉 否则 哼哼 我要她好看 王大妈见劝不动李大海 就借口买菜 匆忙走了 我本来还想和李大海好好谈谈 现在看来 不需要了 既然她不让我睡觉 那她也别想睡了 当天晚上十点半 李大海家熄灯了 我笑了笑 好戏开场了 我拿出遥控器 打开我今天加急下单的震楼器 选择最高音量 开启地域模式 给我开始震 我特地选了市场上最贵的那种 立体环绕式震动 保准李大海一家今晚别想睡着 而且卖家向我保证 这款震楼器只对楼下有用 影响不到其他住户 那么就让李大海一家尽情享受吧 很快 我的手机响了 看都不用看 一定是李大海打来的 我直接无视 现在的我躺在酒店柔软的床上 喝着红酒 别提多开心了 我打开我门前的监控 不出所料 李大海一家都在我门口 李大海在使劲拍打着我的门 李大海的老婆在七几八坏地给我打电话 李大海的儿子也在一边骂我 臭娘们 我明天还要上学 让我怎么睡觉 我可是要当状元的人 秦倩倩 你再不把音响关掉 我就把你弄死 秦倩倩你这个贱人 你开门 很快 他们发现不对劲了 无论他们怎么喊 我都没有任何回应 李大海的儿子李星辰拉拉拉李大海的袖子 爸 那个贱人好像不在家 胡说 要是不在家 怎么打开的音响 李大海老婆也附和 对 一定在家 我开始躲起来了 他们继续又踢又拍了半小时 我还是毫无反应 他们才意识到 我 可能真的不在家 李大海跺了跺脚 我来砸门 李大海老婆眉头皱了皱 上次你砸坏了锁 也进不去门 这次不也要吗 去 把家里被把斧头拿过来 我不信 这次我弄不掉这扇门 李大海往两只手吐了口唾沫 使出了吃奶的劲 开始披我家的门 没过多久 我家的门就被李大海暴力破开了 李大海一家一进门 就把我家砸了头 桌上的翡翠项链 椅子上的字画 都被李大海砸得砸 撕得撕 我看了看手表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果然 十秒钟过后 警察来到了我家门口 把正在我家搞破坏的李大海一家 逮个正着 我坐在警察局里 要求控告李大海一家 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 并损毁他人财物 李大海拍着桌子 是这个臭娘们 大晚上不睡觉 放歌厅 我们才上去找他的 李星辰也瞪着我 秦倩倩 我可是要考状元的人 你居然敢打扰我睡觉 你拿什么陪我 面对刘警官的询问 我贪了贪手 我只不过临时接到出差通知 出门前忘记关音响而已 我犯法吗 刘警官咳嗽了一声 不犯法 我拿出了门口的监控视频 视频里清晰记录着 李大海一家是怎么骂我 然后暴力砍坏我家门的 视频里还录到了 李大海和李星辰的对话 证明上一次 也是李大海弄坏的我家门 证据确凿 我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了 李大海本来还在对着我 骂骂咧咧 恨不得当场删我 但刘警官跟他们谱了下法 他们终于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可以居留15天 而李大海的儿子 李星辰 10天后就要高考了 这时候 李大海一家的脸色 都有红转白了 李大海抽搐着脸 朝我憋出了个笑 秦倩倩 你看咱们都是邻居 这次这次 就算叔叔我不对 咱就算了吧 李星辰也急的汗都流下来了 倩倩姐 你别告我 我还想高考呢 求你了 李大海老婆 哎 倩倩 都是误会 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肯定也很善良 阿姨看见你 就知道你是好人啊 阿姨在这里跟你道歉 你就别追究了好吧 哟 刚刚还一口约见人 这时候知道来套近乎了 我冷笑一声 我也不是非要控告你们 毕竟邻里邻居的 李大海一家人听到我的话 全体说了口气 对 对 倩倩说的对 可我话风一转 但我的损失 你们肯定是要赔的 李大海一家互相对视了一下 尴尬地点了点头 是 是该赔 我要的 就是他李大海这句话 我拿出事先 早就准备好的发票 翡翠项链 八万五 这是我妈旅游跟团时 脑子一热被忽悠买的 椅子上的字画 五万三 这是我爸在花鸟市场逃的 对方告诉他 这幅画是唐木虎的真迹来着 拿回家一检验 假的不能再假 等我爸再去找卖家时 人家早就已经逃了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小东西 我对李大海说 一口价 十五万 李大海的眼珠子 都要掉出来了 他死死盯着我的几张发票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李大海的老婆 哆嗦着手 倩倩啊 你可不能这么吻我们 李星辰张红着脸 不就是打坏你的门 何方哥不让你睡觉吗 你至于这么坑我们吗 我板了脸 李星辰 我可没坑你们 我这赔偿可是有理有据的 可是有发票作证的 没多坑你们一分钱 而且 又不是我求你们弄坏我的门 又不是我求你们 砸我的翡翠和字画的 对吧 李大海突然拍了拍桌子 秦倩倩 你故意的 看我不打死你 说着 李大海就拿起手边的椅子 朝我砸过来 是时候展现我的跆拳道工底了 可惜 人民警察比我快多了 刘警官挡在我的前面 生生替我挨了这椅子 李大海还想再砸 旁边的警察 直接把李大海擒住了 还戴上手铐 李大海 你再不住手 就是袭警 要判刑的 李大海听了 咬着牙 憋红着脸 踩着贱人 就是故意的 你们怎么不抓他 李星辰还有点文化 急忙拉了拉李大海的袖子 哭丧了脸 爸 别说了 我还想参加高考 我还要考状元的 李大海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这才消停下来 最终李大海 借变了三大姑 七大舅 求爷爷告奶奶的 终于凑出了15万 我妈 当然是新手诺言 没告他们 毕竟我知道 就算我坚持告他们 也就最多拘留他们15天 况且 李星辰就要高考了 肯定会法外容情 放他去高考的 刚才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罢了 我想这次 李大海他们赔了我15万 也得到应有的教训了 不会再来惹我了 可我没想到 李大海一家是狗屁羔羊 粘住了 想耍也耍不掉 李大海一家确实消停了几天 可等李星辰一高考完 他们就又嚣张起来 这几天 我叫的外卖不是不易而非 就是多了点料 要不是我的气味很敏感 估计都发现不了 这天 我提前叫了外卖 躲在小区路边树荫下观察 我到了看看 到底是谁动了我的外卖 外卖小哥一进我们小区 就把外卖放在我们单元 楼下的外卖柜子上了 这时 李星辰出来了 他朝周围看了看 确定没认后 快速打开 我的外卖看了看 嫌弃的摇里摇头 这次我点的是辣子鸡 李星辰这是嫌我点的 不合他口味 只见李星辰往我的外卖里 吐了口痰 再抓点吐放了进去 最后 他还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瓶子 把里面的东西 一股脑的倒进了我的外卖 然后把我的外卖 放回了外卖柜 好啊 怪不得我的外卖一直出问题 原来是李星辰在搞鬼 不是喜欢吃我的外卖吗 那我就让你吃个够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我已经发现了规律 只要我点的外卖不是辣的 李星辰就都会吃掉 这次 我点了一份石锅拌饭 然后提前等在小区前的那条路上 外卖小哥很快就到了 我截下了他 拿到了我的外卖 我学着李星辰的样子 拿出一个小瓶子 往里面倒一瓶搭豆粉 再拿起路边的树枝搅拌了下 希望李星辰能喜欢呢 我拿着外卖放到了外卖柜上 15分钟后 李星辰果然准时出来 接我的外卖了 李星辰打开我的外卖看了一眼 嘟囔着 今天怎么送得这么早 都没看到外卖员 秦倩倩怎么又点石锅拌饭 都快吃腻了 也不知道换点花样 说完 他拎着我的外卖回了家 哼 我点石锅拌饭 还不是因为他口味重 可以覆盖掉八豆的气味 偷吃我的饭 还嫌弃少了 让我来给你上一课 下午三点 我就被李大海一家告到了警察局 原因是 投毒 警察局里 李星辰捂着肚子 一脸虚脱 看到我来了 他指救我 就是秦倩倩给我下毒 你们快把他抓起来 要他赔钱 李大海也很毒的盯着我 对 把我们的钱都还给我们 20万 不然就让你坐牢 李大海的老婆也在一边帮腔 你这贱人 心思真恶毒 我儿子那可是状元郎 你居然敢给他下毒 我没忍住 不吃一声笑了出来 你们口口声声 说我下毒 请问我下毒下在哪里了 就在外卖里 那你怎么确定 是我下的毒呢 我一脸无辜 怎么不是你 我儿子就是吃的你的外卖 才会中毒 李大海老婆想都没想 就脱口而出 哦 那么请问 我什么时候给你儿子点个外卖了 李大海老婆这才反应过来 张了张嘴 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李大海捏紧了拳头 你知道我儿子会吃你的外卖 所以在外卖里下毒 我眨眨无辜个大眼睛 我哪知道你儿子会把我的外卖拿去吃啊 没听过谁家状元郎 都是别人外卖的 我转身对警察解释 我这几天吧 有点便秘 所以让商家多加了点巴豆 没想到 我看看李星辰 意有所指 警察也瞬间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仅没罚我 还替我教育了李星辰一家 还让他们赔了我外卖的钱 我真是喜滋滋啊 可有人欢喜 就有人愁 李星辰捂着肚子 一脸痛哭 扑的一声 一股恶臭从李星辰身上散发出来 哦 他拉身上了 从警局出来后 我看着李大海一家阴狠的眼神 知道我和他们的两子 算是彻底结下了 既然前几次 都是他们来招惹我 这次 就别怪我先下手围墙了 我观察了很久 李星辰高考完后 算是彻底放松了 他最近迷上一款烟卡游戏 他经常在我们小区里 找落单的儿童 抢劫烟卡 遇到不愿意给的孩子 他就直接动手打人 前天就有一个小女孩 不愿意把烟卡给李星辰 被他动手打哭了 他捏着女孩的脸蛋说 要是不把烟卡给我 我就把你丢出去喂狗 吓着小女孩哇大哭 再也不敢出门 小区里已经有好几家邻居的小孩 都被李星辰欺负过了 很多邻居都提醒自己的孩子 这几天不要出门玩 省得被李星辰盯上 由于我们小区里 出来玩的孩子越来越少 李星辰开始把目光 转向我们隔壁小区 隔壁小区和我们小区 横跨着一条马路 走路过去要十几分钟 李星辰怕麻烦 所以一直偷偷骑邻居的电瓶车 很多邻居发现后 就把电瓶车给锁了 李星辰这几天 都找不到电瓶车可以骑了 很巧 我地下车库里 有辆闲置的电瓶车 只不过 这辆电瓶车的刹车 有点问题 我把电瓶车 推到闲眼的地方 就看李星辰这小子 骑不骑了 我一下午都盯了 我的那辆电瓶车 下午三点 李星辰睡好了午觉 出来晃悠了 他设了几辆电瓶车 果不其然都被上了锁 他皱紧了眉头 用力把电瓶车一提 顿时轰隆隆地 倒下了一排电瓶车 真小气 一辆辆破电瓶车还上锁 大爷我还不稀罕骑呢 说完 他看到了我的那辆电瓶车 我的电瓶车 其实才骑了一年不到 看上去还很新 全黑的 正好是李星辰喜欢的类型 李星辰摸了摸我的电瓶车 嘖嘖道 质量不错 他还试了试 发现我的电瓶车没上锁 就质量了 说完 他骑着我的电瓶车 冲出了小区 李星辰骑得很快 他把速度开到最快 我这辆车 可是被我前男友组装过的 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60码 可是他组装的时候 不小心把刹车弄坏了 所以我才把这辆电瓶车 启用 放进了地下车库 没想到 现在还能派上用场 李星辰快开到隔壁小区了 他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任凭他怎么按紧刹车 电瓶车都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 李星辰开始慌了 逗大的汗珠 从他的头上滴下来 衣服也很快被汗进尸 怎么停不下来 啊 救命呢 怎么回事 我还不想死啊 谁来救救我 他吓得浑身颤抖 连把手都握不住了 这时 李星辰已经起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是红灯 可李星辰却直冲了出去 迎面开过来了一辆大型货车 上面还载着几吨重的钢铁 货车司机也明显看到了李星辰 司机不断鸣敌市井 喇叭按着震天响 狂踩刹车 可货车太重了 由于惯性 货车一时半会儿根本停不下来 眼看货车就要撞到李星辰了 如果撞上 李星辰就算不死 也会惨罪了 李星辰也意识到了这点 他的瞳孔猛的一缩 巨大的恐惧蔓延开来 他凭着求生意志 把电瓶车的把手转到最右 堪堪和货车擦身而过 还不等李星辰呼出一口气 他直接撞上了马路边的护栏 整个人被弹了出去 直到滚出四五米远 才停了下来 李星辰浑身是血 不知道伤到了哪里 围观群众有人替他打了120 把他送去了医院 第二天早上 李大海带着他老婆 挨家挨户地询问 电瓶车是谁家的 邻居们纷纷表示 没见过这辆电瓶车 直到问到王大妈 王大妈眯了一眼 迟疑了一下 李大海一把抓住王大妈的衣领 快说 这是谁的电瓶车 王大妈哪里受过这样的刺激 整个人被吓得连话都说不清了 我 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 看见见有量 差不多的 李大海和他老婆对视了一眼 敲响了我家的门 我一开门 李大海就瞪着通红的眼睛质问我 我儿子骑走的是你的电瓶车对不对 李大海老婆在旁边拉了拉李大海的袖子 李大海顿了顿 语气软了下来 倩倩 我儿子 李星辰他骑了你的电瓶车 但你的电瓶车刹车是坏的 现在他腿受伤了 医生说不仅快手术 会终身残疾的 你能不能把电瓶车的发票给我 我去找厂家算账 我静静地看着李大海的表演 看着他想刀了 我却不得不忍住的样子 真滑稽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不好意思 李大叔 你说什么电瓶车 我怎么听不懂呢 李大海捏紧了拳头 倩倩 你别开玩笑了 我问过了 那就是你的电瓶车 丫头啊 你放心 李叔这次我不讹你 我只是想要发票找厂家算账 我装作懵懂的样子 李叔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真的听不懂呢 李大海的老婆扑通一声 对着我跪了下来 倩倩啊 你要是不把电瓶车的发票给我们 李星成他这辈子就要做容易了呀 算李婶求求你 你就把电瓶车的发票给我们吧 说完 他还对我磕了几个头 旁边的邻居看到这副情形 都在旁边低声吃瓜 受过他们迫害的邻居 恨不得拍手叫好 我就说是报应吧 你看 平常叫他们作威作福 欺负我们 现在报应来了 是啊 所以人在做 天在看 我们还是要多做好事 也有同情心泛滥的邻居 哎呀 人家都这么求你了 倩倩 你就把电瓶车的发票给李叔呗 对 反正李叔说了 不追究你的责任 他只是要去找厂家算账 是啊 再不做手术 李星成的腿就要瘸了 这时 被李星成欺负过的女孩的妈妈张阿姨站了出来 你们干嘛定人家勤倩倩一个小姑娘 人家小姑娘说了 电瓶车不是他的 你们听不到吗 张阿姨指着刚才同情心泛滥的那帮邻居 你们不是说李大海可怜吗 那你们捐钱给他呀 别光说不做 刚刚帮李大海说话的邻居 看火烧到了他们自己身上 都默默闭脈 往后退了几步 还有几个直接溜了 生怕李大海纠缠上他们 李大海看邻居们没人帮他们 也不对我磕头了 直接站起来对着我吼 秦倩倩 你真的不肯把发票拿出来 我两手一摊 不是我的车 我哪里来的发票呢 李大海双眼通红 抡起了拳头朝着我的头打过来 我偏了眼监控 能拍到 我侧身躲过了李大海的一拳 抡起他的胳膊 一扭 咔嚓一声 我的手断了 李大海躺在地上捂着他的胳膊 疼得四处打滚 李大海的老婆跺了跺脚 臭娘们 我跟你拼了 我后退一步 李大海的老婆扑了个空 一时收不住力 摔了个狗啃泥 哎呦 我的老妖啊 救命啊 杀人了呀 李大海夫妻俩都躺在地上 岂都起不来 过往的邻居知道他们的德行 怕他们讹上自己 愣是没有一个人上去扶他们 最后还是他俩自己拨打了120 才被救护车送到医院 他们一家人也算在医院里齐全了 没想到下午 我就又被请到了警察局 刘警官细血地笑我 丫头 你也算警察局里的常客了 我无奈地笑了笑 没办法 谁让我倒霉呢 刘警官摇摇头 他们遇到你 也够倒霉的 原来 李大海家控告我故意伤人 他们指控是我的电瓶车有问题 才让李星成出车祸受伤 他们还指控我 殴打李大海和他老婆 我乖乖地坐在警察局板凳上 刘警官 没错 那是我的电瓶车 但我的电瓶车坏了 我正打算去修呢 谁知被李星成偷齐了 他出车祸 不管我的是吧 李大海大叫 你的电瓶车有问题 你要赔我儿子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不用我多说 旁边的警察对着李大海一顿普法 但这意思是 李星成偷了我的电瓶车出的车祸 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李大海憋红了脸 怎么可能 你们是不是收了那个死丫头的贿赂 所以包庇他 警察严肃了脸 对着他一顿教育 李大海终于笑停了 他嘟嗦着手指着我 那他打我和我老婆 我总能告他了吧 刘警官瞄了我一眼 你打他吗 我点了点头 见我承认 李大海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看 他承认打人了 快抓他 我要让他坐牢 再让他赔个倾家荡产 死丫头 你终于栽在我手上了 我跟你说过 咱们走着瞧的 我淡定的拿出我门前的监控 微微一笑 我是揍他了 但我是自卫 应该合理合法吧 监控视频中显示 李大海先对我挥拳 我才合理反抗 并在他没有还手之力时 就停止了反抗 至于李大海的老婆 那就更加和我没关系了 毕竟是他想打我 我只是后退了一步而已 他自己收不住力滑倒 我连碰都没碰到他 刘警官看完了视频 微不可查的 朝我点点头 最后判定 是李大海动手在先 我完全是属于正当防卫 不需要对他们负任何责任 李大海和他老婆整个懵了 他们没想到 最后会是这么一个急活 他们坐在警察局门口哭爹喊娘 赖着不肯走 非要警察还他们一个公道 他们还堵着门口 不让任何警察出警 他们说 不让秦倩倩赔 我们医药费 谁都别想走 最后 他们因为妨碍公务 洗皮四个月饶饭 后来 我再也没见过李大海一家 听说他们 从老里出来后 火速把房子卖了 给李星成动手术制腿 可惜 等他们出来 李星成的腿 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 手术失败 下半生 李星成都得在轮椅上度过了 高考成绩也出来了 李星成只考了200多分 连大砖都上不了 而且他瘸了之后 整个人仿佛老了20多岁 连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仔细看 他的眼角还生出了皱纹 他整片待在租的地下车库里 连门都不愿意出 自然也不肯去上学 李大海的手自从上次受过伤 由于没好好处理 也留下了严重后遗症 李大海的工作本来就是搬砖 现在手受伤了 连砖都搬不了 李大海跪在地上求老板不要开除他 他老累纵横 老板你要是开除我 我家就没有收入来源了 我家里还有老婆和儿子要养呢 老板忍了他几个月 发现李大海仗着受伤 一直在偷懒 他的工作量连别人的一半都没有 老板直接把他辞退了 他们一家人现在靠捡破烂为生 楼下也搬来了新邻居 这家人很友好 搬来的第一天就给全单元的邻居发了糖 他们说 远亲不如近邻 咱要好好相处啊 是啊 我也坚信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如果能好好相处 谁会想大动单搁呢